第218 為未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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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國務卿夥伴 還有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在場的秘書長 封秘書長 他們看直播的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當你們在街上群眾跟你說 午安的時候 你們要燉很久嗎 從剛才的影片跟我們四位國務卿的分享當中 我想我們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國務卿是帶著巨大的熱情 積極的投入公投的宣講 我要感謝每一位我們國務卿的夥伴 用行動來號召社會大眾一起關心公投 那街頭的演講跟走上街頭 是民進黨的一個傳統 對我們很多的年輕人 還有剛加入民進黨的黨功來講 這是基本功 那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 曾經有這麼樣的一個時期 就是我們要讓我們的年輕的黨功可以走向群眾 所以我們就把他們分別的派在每一個廟口 那他們就在廟口一直講 講到他面前 聚集了一群人的時候 他才算是及格的 那當然也有人講了半天 只有一個人在聽 那就是等著要收椅子的那個人 但即便是如此 走向街頭確實是一個 在心理上要克服很多困難才能走向街頭 尤其當你面對的是一個不確定的群眾 或者是沒有群眾的時候 你要講到有群眾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對同學來講 恐怕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生的體驗 那這個經驗好不好呢 這個經驗是好的 不論你有沒有聽眾 都是好的經驗 我剛才站在這裡聽我們四位同學報告 我覺得你們的口才比我還要好 至少你們講話不需要用稿 我是要用稿的 那所以我剛才坐在這裡 聽各位在講述在街頭的經驗 我覺得這比我剛當主席的時候 我們所看到的年輕人的參與 跟年輕人參與的熱情 還有走向街頭的勇氣來比 那現在真的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要謝謝我們黨部裡面 幾位勇敢的黨工 願意嘗試國務卿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讓今天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可以分享 也可以讓我們凝聚一個更大的力量 來影響來說服這個社會 我們這一次的四大議題公投 確實對台灣社會來講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主要的就是這四個公投的議題 確實影響台灣的未來很深遠 那不論是從國際的面向 或者是從能源的轉型 或者是我們民主的深化 從每一個角度來看 它不只是四個議題的公投 它是影響台灣未來發展很重要的幾個方向 所以年輕人的參與 是必要的 那麼尤其是這一次在公投 十八歲以上的年輕人都可以投票 所以我們很高興看到年輕人站出來 先生說法 跟自己的朋友 跟同樣歲數的年輕人 出來相互的溝通互動 這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透過這個過程 對於很多重大的國家的議題 我們可以進行了解 說服 那我剛才聽到的 我們的研究搜尋組的 這位國務卿又講到 到了一溫層的時候 那是很痛苦的過程 但是在同溫層裡面感受到的是溫暖 但是勇敢的走出去面對議溫層 那才是我們的一個正確的態度 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那我剛才聽各位在講的時候 尤其是在影片裡面講的時候 我發現你們都很精準的掌握到我們的論述 而且講得比我們講得還清楚 所以我很感謝各位的用心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你們比我們還要有優勢的地方在於 我們年紀不同 所以你的朋友 他們對這些事情是怎麼想的 那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讓他們更能夠關心這些事情 而且可以說服他 恐怕要讓你們自己 用自己的方法去思考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 不僅是用我們現在整理好的這些資料論述 更重要的是要去用你們的方法 去說服你們的同才 你們的同輩 那這個就是我希望你們可以再進一步做到的 那我也知道在2020年 有很多年輕人支持我 讓我能夠順利的連任 那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是支持環境保護的價值 所以也不少的人 在這一次的公投 他們為了藻礁 當初也簽署過連署書 那我們也很重視這個訴求 那麼事實上 我們在前幾天 也帶了很多的媒體去桃園 那麼也告訴我們社會大眾 透過媒體 這個關心藻礁 已經是化入保護區了 而且在大潭藻礁 已經有24小時的直播的鏡頭 可以證明藻礁沒有受到傷害 那不只是直播 我們中油也編列了保育藻礁的基金 那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桃園市政府所投入的心力 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桃園市政府和在地的鄉親合作 成立了海岸巡護隊 等多個藻礁志工隊 甚至還包括環保潛水隊 他們會潛入海中 清除海底的垃圾 這個總共有一千名志工的投入 用實際的行動 盡最大的力氣來守護藻礁 守護生態 那最近幾天陸續有水工專家 有環保團體 發表了對三階再推的方案的 再外推的方案的肯定 這都說明了說 只要我們願意付出心力 推動環保和國家發展 是可以雙贏的 那這個雙贏的方案 我們讓藻礁有保護 空污有減量 經濟也可以發展 而我們的付出 這個專業團體 都表達了他們的贊同 也選擇跟我們站在一起 那用三階遷移的例子 來說明一件事 也就是說 我們用誠意溝通 願意做出最有利於全台灣的調整 我們最後一定可以說服我們的社會大眾 來共同支持對台灣社會最好的方案 所以剛才 我相信大家 這段時間 這一個月 走上街頭應該有很多的體會 那我相信 從現在到12月18號 我們要做得更多 更用力 所以到12月18號之前 大家繼續加油 那我們各自在不同的社會的角落 來說服台灣社會 讓我們這個四項公投的議題 都可以在12月18號那天 讓我們的社會大眾 支持我們的立場 那就是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利 謝謝